当你在别的国家旅行时,发现当地可怜的流浪动物时,你有这样的决心和毅力将它带回国吗?来自荷兰的女子Kiera Eichendon和家人到希腊旅行,回家时成员中多了一只狗。原来Kiera在希腊开车四驻游时,见到一只狗趴在路中央,看起来移动非常困难。原来这只狗似乎因为车祸导致起椎受伤。 下半身瘫痪了,需要连拖带爬或者用十分艰难的跳着前进。于是她将车子停了下来,让狗狗可以慢慢走到路边。Kiera跟在狗狗后面,发现原来她住在一个废弃的脏乱仓库里。于是她下定决心要帮忙这只可怜的流浪狗。 几天后,Kiera带着食物回到这个仓库,让狗狗吃了一顿,还帮她取名为Foss。希腊文的意思是闪闪发光。 此后的几天她都到这里来照顾Foss,也让她做了带Foss回家的决定。Kiera带着Foss到当地的动物救援组织办理领养手续。 并带Foss给兽医医治。几天后,Foss就跟着Kiera一家人飞回荷兰了。现在的Foss熟了可以站起来。还可以慢慢地走动了。没想到本来那么可怜的Foss能够得到如此无私的爱和认真的照顾。 实在太幸运了。而Kiera的举动也非常令人佩服。能够将一只流浪狗从国外带回家饲养。真的很不简单。 也庆幸Foss能够遇到那么好的主人。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。